到了全球现场的时间了 大家一起来关心俄乌战争 现在双方开战已经进入到了第67天 更多的内容 我们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 这个位于乌克兰南部的邻国呢 有一个国家叫做这个摩尔多瓦 在摩尔多瓦的境内呢 有一个亲俄分离地区 涅斯特河沿岸 最近呢 是频频传出爆炸攻击事件 尽管这个爆炸原因的说法不一 但是呢 也让这个摩尔多瓦政府相当的担忧 摩尔多瓦的外长呢 是接受了美联社专访的时候 他强调全世界呢 特别是这个欧洲大陆未来的命运 就取决于欧乌战争结束的方式 一起来听 波尔呢 被问到这个如果国家遭到了 俄乌战争波及会不会向其他国家来寻求军事援助呢 这个外长波皮斯库是表示呢 他不愿意预先来评断这个战事的可能性 但是摩尔多瓦呢 会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 来预防任何万一的发生 另外这个乌克兰当局呢 周六的时候是表示 跟俄罗斯部队一个最新的交换俘虏行动 当中有包括了一名怀孕五个月的女兵在内 一共有14名的乌克兰人获释 但是呢 没有透露有多少俄罗斯人 是交还给莫斯科当局 乌克兰的副总理韦列舒克指控 俄罗斯部队呢 是把大量的乌克兰平民送往了俄罗斯 把他们呢充当人质 他说呢 我们晓得在俄罗斯那边呢 有超过了1000名的人质 包括将近500名的妇女 强调说呢 现在正在设法营救这些乌克兰的妇女 还有平民 讲到这些乌克兰的女性呢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俄罗斯呢 把这个军力转往了乌东 还有乌克兰南部 其他地区的这个乌克兰民众呢 就渐渐地返回家园来清理了 但是呢 这个俄军在撤离之前 是留下了大量的地雷 还有卫爆弹 有可能会影响民众 日后的居住安全 所以呢 现在就有这个乌克兰的女性 前往科索沃 向当地的扫雷专家 来学习如何拆弹 还有排雷 那么科索沃这个国家呢 在1998年到1999年的时候呢 经历了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分子 跟塞尔维亚军之间的一个战争 当时大约有13000人丧命 当地呢 也因此有许多的地雷需要清理 所以呢 也出现了专门的排雷课程 乌克兰的女性呢 到当地学习这个排雷课 为期18天 参加这个课程的学员是表示呢 因为乌克兰的男性 大多数都上战场了 那么女性呢 现在也希望可以尽一份力 为目前呢 没有办法评估乌克兰的地雷 还有未爆弹到底有多少 那么讲到呢 为这场战争 尽一份力的女性 还有这一位了 在这个乌克兰开战之后呢 西部大臣利维夫 也多次遭到了飞弹攻击 虽然目前主要的战事呢 移往了乌东地区 但是在西部大臣利维夫呢 仍是处于警戒状态 没有想到今天传出 好莱坞女星安杰丽娜 求力低调前往了乌克兰 出现在利维夫了 让粉丝相当的惊喜 很喜欢小朋友的她呢 也和一名小女孩 有近距离的互动 来看当时的画面 那么根据英国的 每日邮报报导呢 这个求力在利维夫的时候 也一度遇到了空袭警报 推特上呢 也留出一段这个 由乌克兰媒体拍摄的影片 求力是在安全人员的 护送之下呢 匆匆忙忙的赶到了 一个安全地点 躲避可能的飞弹攻击 那么这个求力紧急 躲警报是一路被跟拍 那么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呢 就对着这个镜头说 拜托不要再拍了 不过这个求力呢 则是挥挥手说 我没事我没事 46岁的她呢 是这个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公署特使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 她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访问乌克兰 讲到这个好莱坞呢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艾伦 在美东时间4月28号的时候 录制了她的招牌节目 最后一集 她公告说呢 这最后一集节目 将会在5月26号播出 艾伦的节目呢 艾伦 艾伦秀 艾伦爱说笑呢 从2003年开播之后 经历了19个年头 艾伦说呢 节目开播的时候 当时iPhone还没有出现 社群媒体也不存在 同性婚姻呢 也还没有合法化 那么这19年来呢 大家见证了世界的转变 而艾伦他本人呢 因为两年前被投诉 被很多人指控说呢 他在职场霸凌 所以导致广告赞助啦 还有收视率是大幅下滑 尽管他后来公开道歉了 但是呢 节目还是难逃停播收场 另外来关注的是 今天呢 大陆五一廉价 不过恐怕有很多计划 要出游的民众要失望了 因为根据这个央视新闻报导呢 为了要落实防疫要求 北京的环球影城乐园 突然宣布今天开始暂时关闭 由于是这个长假的第一天 有很多人已经安排好 要出门旅游了 因此呢 这个环球影城也表示 将会为这些游客来办理退票 或是改旗 那么北京的疫情部分呢 今天一共是新增了59例的确诊 因此民众也被提醒说 尽管是开始放假了 还是要尽量减少人员流动 减少聚餐聚会 而至于呢 这个疫情的部分呢 来看到的还有 北京呢 他们也因为要预防万一 所以呢 也要新建这个方舱医院了 目前呢 是已经完成了 4000张床位的改建工程 相关地区也开始来评估 改建新建方舱医院的地点 而在上海呢 经过了封控一个月之后 这一波的确诊数字 已经逐渐的下降 那么今天新增本土确诊呢 有788例 无症状的感染者呢 是7084例 那么这也是上海疫情爆发之后呢 单日的新增确诊数 首度低于1万例以下 那么因为这个上海 染疫的收治人数逐渐减少了 所以上海第一个方舱医院呢 也宣布可以关闭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听我给您 俄乌战争已经打了超过两个月以上 而乌克兰南部奥德萨州长 在Telegram上面发文表示 俄军发射了一枚飞弹 摧毁了当地的机场跑道 跑道已经无法再使用 索性无人受害 俄军出动米格基 并且以飞弹轰炸乌克兰南部港口 城市奥德萨 乌方表示机场遭到袭击 跑道损毁已经无法再使用 俄军也持续反击 并且秀出最新的影片 宣称在哈尔科夫州19母附近 袭击一列俄军的战车 摧毁俄军的坦克 以及装甲运兵车 无妨表示在过去24小时 阻挡了俄军14波的攻袭 另外马力波亚树钢铁厂的人道救援 出现些微进展 大约20名受伤的民众得以被撤离 从最新的卫星罩可以看得出 亚树钢铁厂被毁的程度 大多数的建筑物都已经倾倒 几乎无一幸免 当地一会形容马力波生活环境 已经退化到中世纪的状态 不但缺水缺食物 还有混乱涅疾发生的可能 另外瑞典国防部表示 一架俄罗斯安托诺夫30军机 侵犯瑞典的领空 瑞典对此表达谴责 由于瑞典已经分来 很有可能在五月加盟北约 因此俄罗斯持举充满挑衅意味 是否会将战事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国家 备受注目 记者综合报道 可以看到在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奥德萨在昨天的时候 遭到俄军空袭炸毁了机场跑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强烈的回应 表示奥德赛绝对不会忘记 俄军的残忍 并且会尽快的来重建机场 可以看到机场如果被炸毁的话 其实对于运输 对于物资 都是很有损失的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深的物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屏数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